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黃子椒和老婆孟耕如 於去年生下寶貝女兒黃玉米 在今年5月開心迎來玉米的週歲 黃子椒也在社群上大方分享女兒的抓粥儀式 黃子椒透露夫妻倆準備了13項物品要給女兒抓 而玉米最終抓了三樣 麥克風、望遠鏡跟調色盤 而這三樣也和父母有關 麥克風和黃子椒主持人的身份相連 而調色盤和媽媽孟耕如 超會畫畫的藝術天賦與相關 超不可思議的狀況也依賴許多網友留言 貼心的玉米連抓粥都滿足父母的期待 第一個就抓到麥克風了 期待叫哥哥跟玉米一起主持 由女繼承一波 面對大家的留言 黃子椒也表示就是基因把關 是輕生無物啊 還有些記憶 黃子椒也表示 煮在那裡 黃子椒相讓 黃子椒